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趣味验证码的系列课程 在上一节课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UIwheelcontroller的生命周期 然后呢,在之前的课给大家介绍过UIwheel相关的一些方法和属性 然后这节课呢,会给大家介绍UIwheel的一些子类的使用方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note 这是我们上节课的UIwheel生命周期的,我们去在这里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UIwheel以及它的子类的一些继承的层级 我们的UIwheel呢,是继承自UIresponder的 这个UIresponder呢,就是一个响应者 所以我们的UIwheel是可以响应用户的点击的 然后呢,再往上继承就是nsObject 这是我们那个CocoaTouch所有的类的一个积累 也就是这个nsObject 然后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UIwheel的一些子类的使用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UIwheel有非常非常多的子类 然后大家在我们的应用的界面上所看到的那些华丽的页面 就是由这些UIwheel类类,然后以为基本元素 然后来组成的 今天我们应该会给大家讲一下UILabel的用法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UIImagewheel的用法 这两个是最常用的 然后也是我们在之后这个区位验证码的实现当中 会使用到的两个UIwheel类类 然后也就是我们这个UI上的两个空间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实际的代码 还是先打开我们的工程 既然要讲两个空间 然后那第一个空间呢 我给大家用interfacebuilder然后来建立 第二个空间呢 我教大家用纯代码的方式 然后来把它显示在我们的wheel上 然后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UILabel 我们到我们的interfacebuilder中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之前建立的那个页面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修改一下 在这个地方吧 我们先把侧边栏显示出来 然后在这个里面找到我们的UILabel 我们可以使用搜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UILabel 然后鼠标移上去会有一些介绍 说它可以显示一些文字 然后呢我们直接把它拖动出来 拖出来 然后我们放在我们的这个wheel上 现在呢我们应该是把它作为了这个红色的这个wheel的subwheel 然后我们可以调一下它的长度 可以直接通过拖动 就可以改变这个Label的大小了 既然它是用来显示文字的 那我们就可以改变它的文字 然后我们可以看在我们这个侧边栏里面 会有它这个UILabel的一些相应的属性 然后当我们在这里面做一些修改的时候呢 我们的UILabel跟着也就会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这一行 就是现在我们UILabel里面显示的文字 它现在显示的是Label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修改 是可以显示中文的 显示中文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用用我们这个课题的标题吧 我们就叫趣味验证码 然后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变为趣味验证码了 然后如果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 大家就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页面上已经有一个这个显示文字的UILabel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趣味验证码已经显示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工具 然后可以来看一下页面的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UILabel呢 是和我们这两个白颜色的方块是平级的 然后它是这个红色的UILabel的subwheel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它的其他的一些属性 最常用的呢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叫Element的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控制我们的UILabel的对齐的 它的文字的对齐方式 其实这个和我们的比如说用word的时候的对齐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选居中对齐居左居右对齐 再看下面这个还有一个方法 是这个Lines方法 当现在是E 所以说我们这个UILabel will呢 只会显示一行 如果我们的其中的字太多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哇 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显示不下的地方会被用三个点来表示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改成2的话 它就会 没有显示出来 应该是高度不够 我们把这个高度来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Lines改成2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这个UILabel就可以显示两行了 然后多余出来的部位 还是会用这个点点点来表示 然后在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有一个叫background的属性 当我们 哦 那个是UILabel的 我们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color属性 我们可以改变文字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改成绿色 大家看到文字就变成绿色了 然后interface builder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可以以一个所见计所得的方式 然后来编辑我们的页面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字体 我们可以去更改我们当前这个UILabel里面的字体的 应该说是字体的名字 然后也就是我们可以换不同的字体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一个size 这个是字体的大小 比如说我们改成20 我们的字就会变大 还有一些 比如说 其他的这些属性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都可以去自己试验一下 每一项属性都有什么样的作用 然后呢 我们常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 然后比如说这个background 我们可能也会比较常用 然后是改变我们这个UILabel的背景颜色的 和我们UILabel的那个背景颜色是一样的 你看我们可以改成黑色 改成绿色 然后大家可以改成随意你喜欢的颜色 然后还有一些 哦对 其实这个hidden属性 这个是我们UILabel的一个属性 之前给大家讲的时候没有讲到 这个如果设为yes的话 我们这个当前的这个will就会从页面上消失 它就会变为隐藏的了 你在这个地方是也许可以 在这上还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运行模拟器的话 它已经从这个界面上消失了 大家就看不到它了 因为它是隐藏属性被设为了yes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没有这个Label了 但事实上它还是在这里存在的 只不过它的hidden被设置成了yes 所以我们看不到它 我们把这个点回来 然后还有一个属性 跟大家说一下 是我们这个UILabel的一个alpha属性 它代表着我们这个will的透明度 然后1是10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它 如果改成0 这个作用和hidden就一样了 它的透明度会变为0 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然后比如说我们改为80 大家就会看到一个半透明的效果 总的来说呢 UILabelwill呢 常用的属性就有这些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它的透文件 或者直接在这个interface builder里面 看大家还有什么可以修改的 所有的这些属性 在代码层面也是可以去修改的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UILabel的属性的复制 然后来改变它的这些属性 跟我们在interface builder里面 通过这种图形化的方式来操作 是等效的 说完了UILabel呢 我们再去说一下 我们这节课的要讲的第二个空间 就是UIImagewill 这个UIImagewill呢 我们会用纯代码的形式 教大家使用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初始化一个Imagewill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大小 我们调用这个UIImagewill的init方法 就是初始化方法 然后我们来初始化一个 UIImagewill 然后它的X和Y我们都设成0 然后它的宽度我们可以设成200 然后为了大家能看到我们修改一下它的背景颜色 我们设置成黑色的这样好看一些 然后我们再通过之前给大家讲的 把通过A的subwill方法 把我们的新创建好的Imagewill 加到我们的页面上去 OK这样我们就初始化了一个Imagewill 然后把它设置背景颜色设置成了黑色 然后再把它加到我们当前显示的页面上去 我们再预想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OK大家看到了吗 现在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方块 就是我们的Imagewill了 因为我们并没有让图片显示在上面 所以它现在只是一个黑色的背景颜色 我们修改 把这个修改一下 让它往下面再显示一点 然后一会儿呢 我会去找一张图片 然后让它这个显示一张图片 在我们这个UiImagewill上面 因为UiImagewill本来就是用来显示图片的嘛 接下来呢 我们把图片显示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asite 这个东西呢 就是用来放置我们图片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块有一倍两倍三倍 然后这个图片是什么意思呢 一倍的图片是用来给最古老最古老的非Retina显示屏的iPhone来使用的 然后二倍呢 是我们从iPhone升级到iPhone4s 还是iPhone4 它变成Retina屏幕了以后呢 的图片 然后给我们这个之后的机型来使用的 然后三倍呢 是给iPhone6和iPhone6s Plus来使用的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模拟器我们用的是6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张图片拖到这个二倍这就可以了 如果还如果其他的地方需要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 其实现在因为一倍的手机基本已经都淘汰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图片 我们只需要两倍和三倍就可以了 然后呢 现在我们有了一张图片 然后这张图片的名字呢 在这个地方叫image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通过代码把这张图片显示到 我们的imagewill上面 呃 uiimagewill有一个属性 叫做image 这个image属性就是用来存放图片的 然后我们要新建一个 uiimage 然后呢 这个uiimage它可以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 initWithUiImage ImageName 我们使用它的初始化函数 init with name 然后呢 这个name就是UI image的一个名字 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叫做image的图片 然后这样我们这个图片就是显示到了我们的image wheel上面 我们可以跑向模拟器来看一下效果 OK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已经被显示到了我们的这个UI image wheel上 但是它是被压点的 然后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把我们的这个image wheel的高度和宽度来写死了 写死了以后呢 我们当我们使用这个设置了image的就是image wheel这个image属性以后呢 它的这个图片会默认去填满我们的这个UI image wheel 所以呢如果它的比例是不对的话 那它就会被压扁 然后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个方法是我们不写死我们这个image wheel的大小 然后用auto layout 也就是这个自动布局来进行这部分的操作 让它来适应这个图片的大小 这个auto layout我会在之后的课程中给大家讲 然后今天我们使用另一个方法 就是既然我们的UI image wheel是定死的 那我们就让图片去适应它 在我们的image wheel其实应该是UI wheel它有一个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性 它是UI wheel的一个属性 因为UI image wheel就是继承自UI wheel的 所以这个属性它也是一起继承过来的 对这个就是这个content mode的这个属性 通过这个属性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图片去适应我们的UI image wheel 我们看一下这个content mode的属性是一个 UI wheel content mode的类型的 然后呢这个类型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枚举类型 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个类型 我们选择一个这个填充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设置一下 然后看一下效果 我们把这个image wheel 然后它的content mode等于UI wheel 然后content mode 然后我们这样设置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改变了这个属性以后呢 这个图片的填充效果也会跟着改变 大家可以看到吗 现在这个图片就已经是来适应我们这个image wheel的大小了 它不再被压缩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属性的作用 它可以让我们的image 根据它用来显示它的UI image的image wheel的大小来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 比如说裁掉自己的一部分 或者说把自己进行一定的拉伸处理 但是这个拉伸是按比例拉伸 是不会有形变的 OK 这就是UI image wheel的基本使用方法 然后呢 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UI空间的使用 一个是UI label 一个是UI image wheel 它们一个是用来显示文字的 然后一个是用来显示图片的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空间 也是我们在开发中会经常使用到的 然后希望大家在课后可以去自己做一下实验 看一下我们这两个空间的每一个属性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OK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是Winsky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